目前沙特大满贯比赛即将开始 国平已经正式抵达沙特 做好最终的备战准备 在这一次的比赛即将到来的时候 国际平联在最近正式更新世界排名 从这次的世界排名来看 国平有些主力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对比之下 外协会比如日本和法国的名将 则是取得很大的突破 引发关注 首先从男女单打的排名来看 这一次依旧是孙颖莎和王楚钦领衔第一 其中王楚钦已经连续7周排名世界第一 成绩还是比较稳定的 毕竟从积分来看 他比第二名的樊振东还要领先1000分以上 所以接下来如果能在沙特大满贯比赛继续取得佳绩 王楚钦的第一排名依旧稳固 另外一方面 孙颖莎本身的积分优势非常大 对比国平其他主力一直是断层领先 如果没有意外 将来孙颖莎很有可能会长期坐稳世界第一的位置 在这里要恭喜王楚钦这两名00后的球员 他们非常努力和争气 除此之外可以看到 男单方面的排名依旧是王楚钦 樊振东 马龙以及梁敬坤排在第四 而在之前曾经进入第五的林高远 在这一次则是出现下滑 他的排名被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名17岁的神童直接超越 这样一来 林高远直接下跌一位 而菲利克斯勒布伦则是冲到第五名 杀出重围 要知道之前前五名全部都是中国队的选手 这一次作为外协会的选手 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一名17岁的神童取得这样的成绩 确实非常不容易 对国平接下来的征程 估计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威胁 尤其是国平下半年参加奥运会 比赛场地恰好就在17岁神童的主场 对于国平来说 此次世界杯王楚钦 他们势必要尽全力围剿勒布伦这名年轻球员 避免发生暴冷翻车的情况 除此之外 女单方面也有变化 除了孙颖杀第一之外 王曼玉 王毅迪 陈梦 则是排在前四 之前排在第五名的陈信彤则是出现下滑 被日本队的早田希娜超越 如此一来 陈信彤调到第六名 而日本队的一姐 则是重新回到第五名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于陈信彤来说 无疑是挺大的打击 而对于日本队来说 他们则是杀出重围 接下来同样有机会向国平发起挑战 从这一次男女单打的排名变化可以看到 虽然国平绝大部分的主力发挥出色 像马龙 白震东 王楚钦 孙颖杀他们的表现都非常给力 但与此同时 外协会的选手都开始崛起 我们并不再是断层领先 尤其孙颖杀他们作为00后的接班人 将来肯定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在面对勒布伦以及早田希娜这些强敌的追击的下 怎么样做好反击的准备 继续领先国平既称霸 这是艰巨的任务 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加油